万米高空之上黑云压城 一架来自俄罗斯的民航客机 正一如既往的飞向他国领空 突然机长马龙接到了远方塔台的紧急调令 前方卡乌火山岛突发地震 沿江如龙 若是可以 我方客机需停靠此地 接走灾区的老人与孩童 机长没有犹豫 当即改变航向冲向火山岛 与死神夺命 奈何 飞机停稳之后 众人刚下飞机 一道剧烈的地震波 便袭向这座偏僻小城 那间地面似风捕猎 航站楼大幅侧倾 飞机跑道也于中央断容 更恐怖的是 山脊之上的燃油库被意外引爆 火山岛的三架客机 也被央吉池鱼 融化于河海之中 感受着愈来愈进的死神丧终 慌不择路的本地机长 开上了最后一架客机 开始埋头直冲 殊不知 跑道早已断裂 不等其越上高空 便在剧烈撞击之下 葬送了拳击的性命 看着九死无声的绝境 以及上山救人的副机长 迟迟不见的踪影 马龙当即下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在这漫天岩浆之下 这架赶来池原的班机 究竟该如何逃出囚龙 这身后密密麻麻的灾民群众 又有几人能够顺利逃生 一直被戏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 这次又会做出何种惊为天人的创世举动 而这一切的谜底 尽在今日的阿摩特工版 火海行动 廖凡是一名顶级飞行员 从夜18年的他从未出现过失误 可以说不管是多么恶劣的环境危险的时空 他都能波云渐日 重现光明 可金无足智 人无完人 飞行技能无限奸击完美的他 性格过于耿直 这部军方的大领导 为了给远方亲戚送上鹤里 特意搭载廖凡的救灾专机 运了两辆自己千挑万血的宝马X5 结果在运送途中 转机意外遇到了超级雷暴 机身过重的他们 根本做不到强制拔高飞机高度 为了安全的冲出雷区 他们不得不抛下多余的负载 大领导一看 直接下令丢掉物资 毕竟他的宝马可是极为珍贵 可料凡不管你那么多 在我的飞机上 是龙你给我盘着 是虎你给我握着 更何况 这飞机上的救灾物资 可是爱心人士逐一募捐的成果 所以 不善溜须拍满的他 当即下令 抛下副菜 随着一声 轰隆作响 崭新的宝马X5 坠入大河 给两个雨夜垂掉的醉汗 生动的伤了一刻 我就说这9块9两瓶的假酒不能喝 你还不信我 就这样 杰出 坠机危险的廖凡 被暴弄的领导 直接踢出了军营 无可奈何的他只能找上了隐喻闹事的父亲 廖洪 廖洪未退役之前乃是军界航空的元老人物 光他笔下的飞机设计图都能堆满整个房间 简直是数不胜数 可花有凋零日 人有迟暮时 光荣退役的廖洪只能隐喻世界 看着第一次是被边防军辞罪 第二次被空军劝回 第三次给民航货运开除的儿子 廖洪为儿子的前程 更为了眼前的一刻宁静 只能不通东南航空人事部的电话 一夜无话 廖帆一大早搭乘地铁赶到了东南航空 人生地不熟的他找到了考点之时 面试就已经结束 看着廖帆糟糕到发指的简历 考官马龙不愿多言 直接带齐进入了模拟舱 准备考完下班 回家吃饭 手握操纵杆的廖帆当即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一个接近完美的起飞 让陪审团顿时眼前一亮 马龙一看顿时决定搓搓他的锐气 当即开始改变天气和涡流 结果廖帆丝毫不拒 当即另辟蹊径 驶离了云层 这一操作让陪审团再度认可廖帆的能力 主考官马龙直接怒 当即设置恶劣天气 以及中等涡流 甚至还丧心病房的 加上了二号引擎失火 跑到顺风 无奈的廖帆没说什么 当即开始紧急迫降 却不料在那跑道中央竟有树洞民房挡在那里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没有刹车距离的廖帆 只能硬生生撞了上去 本以为一代神级飞行员面试失败 就此闽然众生 奈何 天有不测风云 地有导演失败 目睹全城的陪审团再看不下去了 老马 不是我说你 就刚才那飞行难度 艳双英来了都不行 马龙一听直接就不服气了 行 我今天就给你看看 什么叫中华七侠 艳双英 一顿操作之后 马龙也没有逃出牛顿定律 撞到了民房之中 碍于面子的他 尽管不愿服软 但集团铁令就是铁令 只能选择通过了廖凡的面试申请 转眼前 过去了一个星期 尽管马龙一只嘴硬 不愿承认一个实行飞行员有这般成就 但他心里却早已折服在了廖凡如神的临场反应之中 随着一次次的顺利飞行 两人的关系是逐渐拉近 成了望年的弟兄 可在一次非洲行后 两人之间出现了宛如轰沟的裂缝 因为当地突发政变 按照集团指令 他们只能带走外国游客 借以绝对的服从国际条例 不干涉他国内政 无可奈何的廖凡 在目睹暴徒杀人的场景后 只能将愤怒藏在心中 而这一次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宣泄突破口 一个不知从哪来的光头负伤 不仅公然饮酒 还当众抽烟 阻拦无果的空姐 只能来到驾驶舱救救 心中压抑怒虎的廖凡 当即无视飞行员 不能离开驾驶舱的禁令 好言相伤无果之后 廖凡三拳两脚 便将服伤打到了 不知南北习东 却不了 眼前的光头负伤 乃是东南航空最大的股东 后者暴怒之下 直接让廖凡卷扑盖滚蛋 而身为正机长的马龙 自然难辞其咎 也遭到了牵连 好在集团之内 有人极为照顾马龙 这个飞了30年的老将 给其安排一份 包机30天的固定飞行 建议躲避股东的迁怒 继而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马龙没说什么 当即找上廖凡 让其担任自己的副机长 结果第一次包机飞行 便遇上了集团调定 得知火山爆发的马龙和廖凡 自然不会拒绝 当即驶向再去 殊不知 就是这个决定 让整个机组都陷入 猎狱之中 随着一身 引擎昏鸣 那包机顺利降落于 火山岛机场 几人下机之后 火山岛塔台复的人 迅速赶来传话 现在情况极不乐观 鱼阵随时都会发生 而且 只要鱼阵达到了一定量级 那卡乌火山必定会爆发 所以 我们必须赶在 最后两大巴的灾民赶到之后 迅速起飞 马龙顿时心理神会 安排料凡 查探航站楼 疏散人群 却不料 在其进入航站楼的一刹那 鱼阵突然来袭 刹那间 地面四分五裂 航站楼大幅侧倾 飞机跑道 也于中央断容 更恐怖的是 山脊之上的燃油库 被意外引爆 火山岛的三架客机 也被殃及持余 荣于火海之中 这一刻 所有幸存之人 纷纷有项客机 一秒都不想多待在这里 可马龙接到过明确信息 还有两辆大巴的灾民 没有赶到 所以 他必须要给这群人 留下生还的机会 当局者民的逃难群众 直接奔向火山岛的最后一架客机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从中央崩断的跑道 断绝了一切生机 一声哄烟巨响之后 飞机连同上面的灾民 全部融进了海里 在而同时 大巴上的灾民 终于赶到了航站楼 可问题也接踵而至 在余震的影响之下 陡峭的山路被意外堵死 最后方的大巴 好巧不巧的被埋进了碎石 所以 若想救走车内的灾民 就必须有人回去 廖帆没有犹豫 带上空上阿森 开上灵巧的面包车便 追了上去 一阵奔袭之后 二人是顺利抵达了那片落石之地 廖帆一看灾民无碍 赶紧带上众人转移 劝不了 在这刹那 过于山间之上的火山突然爆发 炙热的岩浆 直接蔓延开来 路上的所有阻拦之物 都被融成渣子 更恐怖的是 在重力加速的推进之下 岩浆流宛如地狱狂龙 速度快到令人发指 尽管廖帆二人将油门都踹到油箱里 可也挡不住山路崎岖 视野收支 这会翻手时间 一道作为闲区者的岩浆便堵住了二人去 正当阿森犹豫 要不要强行通过之时 后方的廖帆突然狂打喇叭 等其发现被岩浆包围之时已为师挽引 眼看轮胎融化 阿森等人顺着岩浆融入山体 廖帆一个发痕 将自己的面包车也堵了上去 进而让上方的灾民 透过后尾箱和前挡玻璃穿行逃离 转移灾民之后 廖帆赶紧带上全部灾民 顺着岩崖向机场奔去 在这同时 火山岛塔台覆德人 开始催出马龙 若火山按现在这般态势 那灾民归来的山路铁定早已毒死 所料不错的话 方才出发的解救人员一定实不存意 听见此话的马龙没有选择 只能在航站楼灾民 进入小货机的同时 给留在原地的包机加满燃油 借以给廖帆留下博命之计 而后利用小货机 驻跑距离稍短的特性 显至幼显的冲入天际 但鸡长鹿鹿的死神 怎会让到嘴里的食物飞出去 小货机驶离地面的一刹那 游想被尖锐物体撞破了一个口子 毋庸置疑 这汪洋之上 无处迫向的他们 结局只有死 另一边 在廖帆等人的马不停地下 众人顺利抵达了航站楼 看着空空如也的停机坪 以及从中锻炼的主跑道 廖帆瞬间猜到了马龙 开走了小货机应急的事实 这一刻 廖帆摒弃凝神 呼吸停滞 三秒之后 他顿时想到了该如何破局 随着廖帆一声令下 所有人进入包机 而廖帆也开始了起飞程序 在这同时 顺流而下的岩浆 全部涌入航站楼 接连不断的爆炸 距离包机越来越近 临危不乱的廖帆 当即将包机驶入了第二跑道 随时准备冲刺 而他的计划 就是利用岩浆稍断束缚水塔的钢锁 进而利用水塔出地 浇灭岩浆的一刹那冲出岩浆去 可后方的岩浆洪流 可不管你那么多 重条支线汇合之后 一股熔断天地的巨大岩浆流 顿时向前扑去 眼看就要将包机 吞入火海里 大快躲击 看着摇摇欲坠的水塔 以及后方紧追不舍的岩浆爪牙 再无回旋余地的廖帆 当即开启急速 向前疯狂冲刺 他坚醒 在他赶到拦路岩浆区的时候 那座救命的水塔一定会倒在那里 随着一声轰隆作响 上帝的恩赐降临于此 驶过岩浆区的包机被压榨出 惶惶之力 显之又显然 逃出了绝地 奈何 波澜开湖如在江湖中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包机的脊罗架出现回收故障的同时 低引擎因吸入过量的火山灰 瞬间起火失去动 尽管廖帆使用灭火系统 斩断了进一步燃烧的态水 可以依旧改变不了 只剩一台引擎工作的事实 更恐怖的是 包机在只剩一台引擎工作之后 最后一台引擎因运转速度过高 同样吸入了大量火山灰 廖帆不敢犹豫 因为一个处置不当 第二引擎就会暴力 而他们所有人也都会葬身于腹 深入海底 幸好廖帆心理素质过硬 电光火时间便想到了破去之法 在降低引擎运转速度的同时 迅速向更高的云层飞去 果然 此招有效 在飞机驶离火山灰区域的刹那 第二引擎便不再喷火 恢复了最大的运转功率 得知包机脱离危险之后 东南航空临时指挥师终于输了一口气 却不料 厄运再次降临 马龙驾驶的小货机油箱受损 最后只能支撑20分钟 所以 尽管是最近的机场 小货机也飞不过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海上破降 可在这么大浪花之下 破降一架 再满人的货机简直就是自杀 得知父亲马龙的命名之后 小马突然记录升职 我看过一个杂技 演的就是两架飞机 利用审索才空中救援 我觉得 与其横竖是死 那还不如是什么意思 廖凡一听 觉得有理 当即决定让后舱的乘客投票试试 毕竟 一旦救援失败 他们的包机也有坠落的风险 指挥师的光头大鼓 东西一听直接就脑了 你敢开舱门救人 毁了我的飞机 我让你一辈子都待在大狱 廖凡一怒直接怼了回去 就算入狱 那也是我回去以后的事 本来 舱内乘客不是很愿意开舱救人 毕竟 在生死面前 极少有人能做到那般的公益 可每当他们想起 在山路之上的滚滚落石 机场之上的岩浆奔袭 一股人道之心 觉醒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全票通过之后 惊世骇俗的空中救援行动 正式开始 马龙极为果断 毕竟20分钟转瞬即逝 当即将货机降至了 最低的高度3000米 最低巡航速度350公里每小时 而后准备打开后舱门 抛出吊锁 近等两机连进 奈何 包机的舱门 在气流的压迫之下 根本打不开 幸好指挥师 传来紧急助攻 打开客舱地板 货舱的舱门 不受气流压迫 几人之力完全可以串开 果不其然 阿森几人合力之后 直接将舱门踹了出 万事俱备之后 前方巡航的货机 迅速丢掉吊锁 廖凡当即根据吊锁的方位 调整了驾驶方向 顺利帮阿森拿到了吊锁 捆好吊锁之后 货机之上的灾民 迅速穿好棉服进入吊栏 而后 在千米高空之上 利用重力和锋力 向包机划去 很难想象 这是一种怎样的救援 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随着第一栏灾民的顺利转移 货机迅速拉回吊栏 准备第二次 它在吊栏电机 疯狂攻落的同时 燃油消耗则进一步加剧 无奈的马龙 只能同步料反 它再度下降巡航高度 借以降低燃油消耗的速度 就这样 第二栏灾民也成功 滑进了包机的暖仓里 本以为 灾民将会一个不少的进入包机 奈何货舱的货轮装置 年九师兄 在第三栏传送之时 绳索突然断裂 五个未曾拉进绳索之人 直接坠入了 风之烈狱 眼看第三栏成功送达 吊栏损坏 无法返回这里 马龙利用最后的燃料 设置成自动架驶 而后带上那名 断后的火山桃 塔台负责人 爬上吊锁 赫然是要准备爬过去 随着包机的高度蓄来欲滴 整个机组之上都被坠机警告冲斥 更简简的是 那个捆绑吊锁的座椅 在连番做工之下 被距离拔断了脚踝 没有握紧吊锁的火山倒负责针 被甩了下去 故事最后 马龙斩的货机 彻底失去动力的一刹那 被一把拽进舱里 大难不死 而廖凡在这关键之际 迅速拔升暴击高度 顺利冲进了平层 而在最后的机场降落时 廖凡再度上舰 独轮飞机迫降的机极 极为炸裂的灾难动作大片 强烈建议大家看看原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墨 一肚子墨水的墨 江湖路远 我们下期再见